大家好 我是陳伯承 陳醫師 其實說真的 跟很多人一樣 畢業的時候剛開始不知道要做什麼 因為我們在醫學院裡面什麼都要學 什麼都還沒開始分科 所以不是很清楚 那其實我很想要走的是急診 那時候畢業的時候 我們有一群人一起走急診 其中之一就是田資學田醫師 我們一起實習的時候 然後我們一起走急診 只是他在北部 我在中部 那我會回中部的原因是因為 我家裡住台中 然後我爸爸媽媽要我回去 所以那時候我就申請從台北榮總 回到台中榮總 然後就走急診 那時候走的急診比較特殊 急診有分兩個 我那個急診剛好是雙學的 是學急診再加加一 那總共是四年 因為急診跟加一有很多地方是共同的 所以在共同的部分我們如果底調的話 其實急診加加一 大概只要做四年就可以去考雙專科 那時候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我覺得還不錯 所以我跟我另外一個室友 我們就到了台中去做急診 然後同個時間也有去修這個加一這一塊 那直到我們快要畢業之前的時候 我不知道制度突然間就改變 突然間改變的時候就說 您只能選擇急診或加一 那你不能兩個都有 那那時候就有點錯愕 就不知道說到底要急診還是加一 那還是覺得說我想要走急診 第一個就是說急診真的 你亂過的時候真的很累 然後最大最大的因素是因為 我是剩下唯一還沒被告的 然後我預計我可能會被告 所以我就盡量就不要走急診了 我的室友跟我一起下去 他也是很莫名的 不是他的問題 但是他就是被告 也不是他的問題 就是因為整個醫院的制度 那那個制度也不是很大的問題 就是可能也是家屬比較心急 所以他也是很莫名的被告 然後我們也都搞不大清楚發生什麼事情 所以我覺得說 可以理解被告的心情是什麼 然後還沒被告之前 趕快離開吧 那我就覺得說好吧 那就是走加一的這個部分 然後走預防醫學 然後更加的去了解加一這一塊 更加的了解加一的這一塊 是從我在實習的那段時間的時候 我有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那美國在國外的時候 他們非常注重一個叫做加一制度的 要做由加一去做評估完之後 家庭為一個中心點 再做個轉整到後面 給更專的人去做這一部分的一個照顧 那在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就有點興趣說 台灣會不會走這個方向 如果台灣真的走這個方向 我會想要走加一 可是當時的加一科 還沒有所謂的加一制度 所以加一科那時候 不是那麼的明朗說 到底是不是可以做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所以那時候就有就懷疑說 到底急診還是加一 後來呢 就是卡在最主要的一個 最後一根稻草最後的決策就是 還沒告之前趕快討 所以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轉了加一科 然後也很慶幸的 走上了加一這一塊 然後也非常開心 發現它的領域真的很廣 好 我在鼠立台中醫院做大多數的訓練 訓練加一科的部分 是一個非常特殊的 因為這一家醫院的醫師 大多數都是加一科 從院長 副院長 大多數的 而且住院醫師 以加一科為最多 所以整個醫院 都是加一科為主 那在那邊 整個就是像醫院的訓練 我們做了不是只有內科 我們還做外科 還做急診 還做加護病房 你會想想看會是急診外科 內科都會做的 全部都加一科優先 那在那個地方 我覺得我學到非常非常的多 也很慶幸在那邊 學到非常多的一塊 那也把基本的醫療的一個知識 學起來 那我後來遇到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貴人 叫馬醫師 那這個馬醫師 讓我有機會到了台北 讓我看到加一科 又是另外一面 完完全全跟台中的加一科 完全不一樣 那那個地方叫做萬方醫院 也就是我從台中 轉過來的一個地方 那我也是覺得 有時候是命運的一個操作 我去萬方醫院是完完全全 當然除那個馬醫師 這位貴人以外 也是一個非常意外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在訓練的過程中 我們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 都有他的一個位子的圈 所以第一年只能佔第一年的缺 第二年只能佔第二年的缺 第三年只能佔第三年的缺 那時候我已經第三年 準備要考專科了 我就要去轉 那時候我覺得 到底要不要轉 可是萬方醫院 可能可以讓我看到 另一面的加一科的方式 我到底要不要去試 那我能夠從第三年轉 第三年的位置是因為 萬方醫院那一位 第三年的總醫師自殺了 空出了那個位置給我 那就很突然的 就是一個命運的一個巧合 遇到了這個馬醫師 遇到了這樣子一個情況 讓我可以轉到了萬方醫院 轉到了台北 讓我看到了另外這一面 那也是來到了這邊 萬方醫院非常重視公關媒體的這一塊 所以他們除了健檢公關媒體 預防醫學這一塊做得很大 開拓了 我只是在台中其實有進入到媒體 我在學校就有進入到媒體這一塊 可是是真的來到了萬方醫院的時候 加上他們的公關組的時候 是開拓了整個醫療的公關的這一部分 所以改變了我的人生 所以我會說馬醫師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生 一個貴人 那他也只有在我的人生裡面一個禮拜 我就決定相信他 然後就決定要從台中再回到台北 那也這麼的剛好命運的安排 讓我有這個機會 可以從這邊回到台北 然後重新走到另外一個人生 今天的我就是在那個時候的一個決策 決定了我的人生完全不一樣的路途 大家好 我是陳柏晨陳醫師 我在現場多一點點